全港运动, 全城跃动 全港运动,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有点远 想知道是哪里?答案是北区 到了, 里面就交给啦啦仔和大家介绍 我就进去看热闹 我啦啦仔接拍了 来到北区代表团授期礼企誓司大会现场 人很多, 很热闹 实际准备了些什么? 都是听他们自己说啦 北区的筹备和宣传工作都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 首先我们有277位运动员代表北区 他们都已经开始了操练 无求去到比赛的时候就做到最好 所有北区的运动员会参与的项目 胜算都很高 其实在上一次第七届的港运会 我们总共得到三金五银四铜一共十二面奖牌的好成绩 而整个北区在上一次港运会 都得到全场总贵军的好成绩 我相信我们这届也会得到更好的成绩 就是希望代表我们北区的277位运动员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为了自己和为北区争光 我们的市民都可以全程投入港运会 去参加这个这么有意义的项目 透过参与港运会可以燃起自己做运动的心 就努力去做运动去强身健体 今届的港运会每一区都会派出两支排球队出赛 我们的二队是集合了U19为主的年轻球员 而一队是集合了多届港运会的成员 以及当打的球员 我们的目标都希望由初赛出赛 然后复赛越做越好 争取进入最后的四强阶段 总之成城,北区必成 市民还可以参加活力动感摄影比赛 以及在投票和竞差活动中选出 我最支持的体育社区 及竞差第九届全港运动会总冠军 第九届港运会开幕典礼 将于4月21日举行 大家记得到场为自己区的运动员打气 有关第九届港运会及各项社区 最参与活动的详情 可浏览港运会专题网页 www.hongkongames.hk